不得随意限制来自低风险地区的货车通行 要求各地根据货运车辆和私承人员的实际行程 是否设议等情况 精准实施通行管控 不得以车级地、户级地作为限制通行的条件 全面取消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货运车辆的防疫通行限制 二是不得以通信行程卡带信号为由 限制货车通行 三是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 限制货车通行 四是不得要求货车私承人员重复进行核酸检测 在此也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 严格执行消毒消杀、佩戴口罩、核酸检测 接种疫苗、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在物流畅通运行的同时 防止疫情通过交通物流环节传播扩散